卧槽 高冷笑花一见面就喊我爸爸 我直接愣在了原地 一度怀疑自己耳朵出问题了 我也不过三十七岁 看起来有那么老吗 不对不对 不对绝对不是这个原因 我是这间大学公认的帅哥老板 绝对不会从外貌上引起误会 口误 绝对是口误 你叫我什么 刚刚我没听清 爸爸呀 爸爸好 我是苏子涵 这位苏子涵同学 我还没结婚 你这么叫我爸爸 不合适吧 爸爸 不好意思 是我唐突了 请问 爸爸有空跟我私聊一下吗 我会好好跟爸爸解释清楚的 苏子涵今天过来的时候其实都早早计划好了 先跟我解释清楚 再正式叫我爸爸 但是抵不住见到我那一刻的喜悦 爸爸两个字完全不受控制地脱口而出了 我见少女也不像是说谎的样子 但是我快速地翻遍了记忆 确实没有跟哪个前女友有过这么大的孩子 我们赶紧找个地方聊聊吧 我把书店交给员工照看着 然后赶紧带着苏子涵走出了书店来到人工户旁边 你妈妈是谁呀 我妈妈叫林婉雪 我还有四个妹妹 等一下 苏子涵同学 你认错人了 我绝对不认识任何一位叫林婉雪的女性 好带我还有四个妹妹 还好不认识林婉雪 要不然还得起当爹了 还是当五个女儿的爹 爸爸 我没认错人 您真是我 别哭了 你年纪大了 心脏受不住 不是 我也没有让一个陌生女孩叫我爸爸的癖好 我 那个 要不这样 你把你妈妈照片给我看一下 爸爸 这是妈妈 照片是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拍的 素颜 也没有开滤镜和美颜 我看着照片上的女人跟眼前的苏子涵有几分相似 岁月在她脸上没有留下多少痕迹 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十八岁少女的妈妈 女人身穿一套干练的深蓝色景服 十分洒爽 是我喜欢的类型 这样漂亮的角色景画 如果我跟她滚固床单的话 肯定记得特别的清楚 但是记忆里确实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林婉雪 抱歉 我能理解你要找爸爸的急切心情 但是 你妈妈我真的不认识 我真不是你爸爸 你找错人了 我真是你女儿 你要是不信的话 我们现在就去做亲子鉴定 做一次亲子鉴定得两千块钱呢 我可不想为了这个完全不可能的事 去花这个冤枉钱 我觉得根本就 爸爸 我正想拒绝 然后就看到少女抿着嘴巴楚楚可怜的看着我 行 坐吧 除了这小姑娘看起来楚楚可怜的缘故 我看这小丫头神态不像是说谎 而且小丫头给自己的感觉也有一种说不上来的亲近感 我也想去证实一下自己的感觉 学校旁边就有帝都大学的附属医院 所以我直接带着苏子涵走路过去的 我们一路走到医院的鉴定科 恰好碰到了我的多年好友胡志华 老苏 这是你新疆的小女朋友 不错啊 怎么突然来我们这里了 老胡 别乐说话啊 这不是我女朋友 她叫苏子涵 我来你这里啊 是想做一下 亲子鉴定 亲子鉴定 胡志华的目光在我和苏子涵之间来来回回 然后忽然误了一样 行 哥们我懂啊 跟我来 你放心 我亲自来做这个亲子鉴定 保证不让你喜当爹了 兄弟 靠你了 亲子鉴定最好的办法就是爹内鉴定 我和苏子涵都拔了五根带毛囊的头发放到了无尘袋里 胡志华带着两人的头发去实验室里做检验去了 我和苏子涵就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待结果 我去外面吹下风你在这等着呀 真是期待结果呢 苏子涵期待结果是期待我知道他真的是我女儿后欢喜的表情 而此刻我正站在医院门口抽烟 地上是一地的烟头 林丸雪 我前女友里没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 认识的人里面也没有叫这个名字的 小丫头看着有十八岁 也就是说林丸雪是十九年前怀的小丫头 十九年前我才十八岁 那会儿我还是个纯情小少男啊 虽然在暑假的时候谈过一场恋爱 但那都是纯情的恋爱 而且在上大学之前我还被对方甩了 导入我心情郁满跑去旅游了 等一下 难道是那件让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事 还记得当时我独自一人喝酒到深夜 然后独自一人回住处 我走着走着 突然就被一个美女拖进了巷子里 接着我被逼咚了 一起对方还用刀逼迫着我跟她滚床单 那一次我没带小丫 想到这里我立马站直身体 猛地吸了最后一口烟 转身打开医院的保温帘子走了进去 就看到苏子涵正乖乖地坐在长椅上 看到我进来了 他的眼睛顿时放光 立马站起来朝着我蹬蹬蹬地跑过来 我有种错觉 苏子涵想要跳到我身上抱住我 不过跑到我面前后忍住了 老苏 结果出来了 看着胡志华这激动的表情 我就猜到结果了 一瞬间我心都要跳出嗓子眼 几个大步就走到胡志华面前拿过鉴定单 目光直接扫到最后面 上面用加粗的红字匹配度99.99% 确定无疑 苏子涵真的是我的女儿 我苏晨有女儿了 老苏 恭喜啊 没想到你有了个这么漂亮的女儿 真为人羡慕我 哎 作为男人 谁不想有个漂亮的推薪小苗女儿呢 偏偏我家老婆生的是儿子 今天砸坏了隔壁叔叔家的玻璃 明天学校通知我儿子在学校里打人 每次都气得我头疼 叔叔 我爸爸有五个女儿哦 我还有四个妹妹 我们是五胞胎 五胞胎 我丢 老苏 人不可貌相啊 你这繁殖能力也太强悍了吧 我在医院工作过这么多年 听说过四胞胎 我从来没听说过妇产科那边有接生过五胞胎的 这得是打破生育历史记录了呀 牛逼 啊 哦 谢谢谢谢 我不光有了女儿 而且还是个五胞胎 锦华 林丸雪给我生了个五胞胎女儿 也就是说这么漂亮可爱的女儿还有五个 yes 想想就上头 我是不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啊 所以现在红标当头了 真的是 怎么不早点来 等到我三十七岁了才来 我的大好年华要是有这么可爱的女儿陪伴 那该有多好 这个时候不仅胡志华震惊 我这个亲爸也被震惊的不要不要 五胞胎女儿 锦华林丸雪给我生了五胞胎女儿 也就是说像苏子涵这么超漂亮超可爱的女儿 我有五个 想想都上头的不行 我上辈子肯定是拯救了银河系 所以这辈子频繁的走到三十七岁的我竟然红韵当头了 五胞胎女儿找上门叫我爸爸 爸爸 苏子涵欢喜的把忍了一个多小时的称呼换了出来 连续换了两声爸爸 整个走廊里都是他甜甜的声音 我大声的应了一声然后一把抱住苏子涵 之前是爸爸的不对 爸爸跟你认错 你确实是爸爸的女儿 我一边抱着大女儿转圈 一边爽朗的笑道 一圈两圈 好几圈 爸爸可以放我下来了 要不然你该转晕了 没事啊 爸爸还年轻 现在爸爸高兴 带女儿多转两圈 老苏 你也太厉害了 快四十的人了 还怎么有体力 行了 我不打扰你们了 我先去工作了 你们妇女再拒绝啊 太好了 虽然不知道这个女儿是怎么回事 但老苏总归是留后了 苏这几年谈了十多场恋爱 女方的个顶个儿都是模范美女 虽然最后都因为穷 被女方给分手了 我还担心她这辈子 要光棍到老呢 现在玩到三十七岁 直接有十八岁的美女 女儿找上门叫爸爸 看大女儿这样子 估计这五胞胎 全都是笑话女神级别的 我真的是要谢不得厉害了 我抱着苏子涵 足足转了六圈 着实是转不动 才气喘吁吁的停了下来 把女儿放了下来 看到女儿脸上满足的笑了 我非但没感觉到半点眼泪 反而浑身充满了 朝气和喜悦 好像身体里迸发出了 无穷的力气 我好爽地拍着女儿的肩膀 大笑地说道 韩韩走 爸爸今天请客 请你吃好吃的 这会正好是中午 两人都还没吃中饭 刚走出医院 苏子涵惊喜地说道 哇 爸爸 下雪了下雪了 好美的出雪啊 哎呀 看来老天都在庆祝 我们妇女团聚啊 爸爸 今天下雪了 我想吃炸鸡和啤酒 可以吗 我宠闭地揉了揉 小家伙的小脑袋 当然可以 走 爸爸带你去吃炸鸡和啤酒 爸爸 我知道有个地方 鸡腿和鸡翅特别的新鲜好吃 我带爸爸去 十分钟后 两人来到卖新鲜的鸡肉和鸡翅摊位前 韩韩 你要买新鲜的鸡翅和鸡腿吃吗 是啊 爸爸 炸鸡肯定是我们自己做的更好吃 更健康更卫生啊 外面的炸鸡 不知道鸡肉是不是冷冻了好久的僵尸肉 也不知道那炸鸡的油 是不是低沟油呢 所以当然是回家吃了 回爸爸家嘛 不可以吗 不好意思爸爸 我刚才忘记先问你了 看着女儿可爱的样子 我当即说道 可以怎么不可以 爸爸的家就是你的家 我们回家吃更健康 正好让爸爸给你展示一下厨艺 苏子涵立马没开眼笑 我好期待爸爸的手艺啊 而且 我又很想看看爸爸家 到底是什么样的 韩韩 既然在家里做的话 那爸爸再去买点其他的菜 你在这里选鸡翅 好的爸爸 我一边走一边给保洁阿姨打去电话 独居男人的家里乱糟糟的 脏衣服乱扔 碗筷好像从了三天没洗了 我没想到女儿突然要去家里 所以赶紧找了个借口出来 给保洁打电话 挂了电话 我就在想买点什么菜 只是炸鸡不够有气氛 大冬天吃火锅倒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家里没火锅 不过冬日里的烧烤也是十分暖和的 而且学校里的女孩子挺喜欢吃烧烤 那条烧烤街每到夜幕降临 就一堆的男男女女坐在那里吃烧烤 我在超市买了各种烧烤工具 让老板直接送到我家 然后就是去专门卖烧烤用料的摊位 摊位老板是我同学的老婆陈梅 陈梅热情的跟我打招呼 小丫头这时提着买好的东西过来 爸爸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找你好久了 我的东西都买好了 小丫头看着摊位上的眼睛都亮了 看来我推测的没错 女儿喜欢吃烧烤 我笑着说道 陈梅 这是我女儿苏子涵 涵涵 这是陈阿姨 陈阿姨好 陈梅被震惊到 这就啥时候有的女儿不是还没结婚吗 陈梅心里八卦的心痒痒的 但是还是没冒昧的问 笑着说道 子涵好 苏晨你家女儿真漂亮 爸爸 我们真的要买烤串吗 这个得烤啊 陈梅笑着说道 你爸爸刚刚在隔壁超市买了烧烤架 子涵你就好好地选烤串 等会儿阿姨给你们打八折 挖八折 好的 谢谢阿姨 说完后 小丫头转头笑眼弯弯地望向我 爸爸 你对韩汉太好了 我抬手轻轻地拍了拍苏子涵的小脑袋 宠溺地说道 那我继续选烤串 苏子涵喜滋滋地跟陈梅去选烤串 买好烤串后 我带着女儿走路回我住的地方 此时的我坐在家中询问起我其他四个女儿 爸爸 之前我跟你说我还有四个妹妹 二妹叫苏伊诺 三妹 等一下 我连忙拿出手机点开备忘录 然后再抬头望向女儿笑着解释道 爸爸年纪大的记性不太好 得把你四个妹妹的名字都给备注下来 女儿太多名字不好记啊 一个女儿的话在心里多念几遍就记住了 五个女儿 我担心自己转天就忘记了一个 再转天又忘记一个 又不好找女儿问名字 到时候跟另外四个女儿见面的时候喊错了名字 那可就丢大面了 没办法 只有一个女儿的话就没这样的烦恼了 苏子涵特理解地说道 嗯 爸爸 我妈的女同事来我家的时候 也要用手机记我们五姐妹的名字呢 因为一下子记不前 爸爸 二妹叫苏伊诺 一二三的一 诺言的诺 三妹叫苏可心 可爱的可 欣欣向荣的心 四妹叫苏宇童 语言的语 吴童的童 五妹叫苏又鱼 幼小的幼 鱼儿的鱼 我和二妹是同卵双胞胎 长得一模一样 另外三个姐妹跟我们是一卵多胞胎 长得呢 有些不太一样 好 爸爸都记下来 看着备忘录里五个女儿的名字 我有种特别骄傲的自豪感 真想立刻就见到她们 四个妹妹在哪个学校读书 在帝都呢 我问道 嗯 我们五姐妹都考到帝都来了 二妹在帝都经济贸易大学 就是在爸爸您的学校 学的是会计专业 什么 二女儿就在我的学校里读书 三妹在清北大学 学美术 爸爸 四妹跟我是一个学校 我学的是计算机 四妹学的是临床外科医学 五妹呢 是帝都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化专业 文言我倒抽一口气 苏子涵看到我震惊的样子 脸上的笑容更甜了 我激动的连续喝了三口啤酒 说道你们五姐妹一个个考的都是重本大学 我们家这是一门五节 哈哈哈哈 谁有我苏称牛逼 你们五姐妹是爸爸的骄傲 你们妈妈太优秀了 苏子涵趁热打铁的说道 爸爸 妈妈到现在一直都是单身 一本心思放在我们五姐妹身上 我们五姐妹能考入这么好的大学 妈妈付出了很多努力呢 她最大的愿望 就是我们一家七口人能够团聚在一起 今天来爸爸家 也是想看看爸爸有没有老婆和孩子 虽然我早就听说爸爸还没结婚 目前也没有朋友 但还是实地看看比较高兴 现在看来 爸爸家里面有一点女人和小孩的东西 爸爸应该还是未婚 妈妈现在也是未婚 爸爸和妈妈还有机会能够在一起 太棒了 你妈妈至今还是单身 我震惊的问道 内心同时也大喜 以淋完雪的角色容貌 又生育出五胞胎 应该早就被富家子弟给娶回家了 或者是谈过不少的恋爱 没想到竟然一直都是单身 所有的心思都放到了栽培他们俩 共同的五个女儿身上 淋完雪真的是个大好人 越发期待见到淋完雪了 这样的好女人 当然得放在自家户口本上才安心 赶紧喝了一口哈皮冷静冷静 这是不能急了 而且必须要在见淋完雪之前 好好地提升自己 爸爸 切而不舍追求妈妈的人虽然多 但是 他们不是被妈妈给踢飞了 就是被妈妈抱揍了一顿 要是还不放弃 妈妈就请他们去警局喝喝茶 久而久之 那群追求者 一个个都被吓成了暗蠢 再也没人敢追妈妈了 后来就没人敢追妈妈 爸爸去追妈妈的话 我想妈妈肯定不会这么对爸爸 我听到这些话愣了一下 然后扑斥笑了出来 你妈妈真不愧是锦花 这么火辣的锦花美女 我得好好地琢磨琢磨怎么拿下 我举杯跟女儿碰杯 庆祝我们妇女团聚 接着妇女俩继续一边吃烧烤一边聊天 苏子涵想到一个问题想问很久了 我宠溺地揉了揉她的小脑袋说道 爸爸现在单身 除了你们五姐妹 没有其他的孩子 立马眼睛亮晶晶地笑得十分开心 然后趁热打铁地说道 太棒了 对了爸爸 我看到家里有两个房间 以后我可以住在这吗 以前看到同龄小孩跟爸爸一起玩 我其实特别羡慕 现在我找到了爸爸 想跟爸爸一起住 体验跟爸爸一起住的温馨感觉 我愣了一下 跟女儿一起住的话 也就意味着未来的时间里 我和女儿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短时间住一两天还能克制自己 让自己打扮得精致 或者把家里打扫得干净整洁 但是长时间住在一起的话 我肯定是没办法彻底地改掉 这些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 拒绝一起住吧 女儿那期待的眼神 我真的说不出拒绝的话 同意的话 女儿刚十八岁 已经成年是一个大姑娘了 着实是不方便啊 这个 话还没说出口 忽然小家伙就突然抽过纸巾 抹起了眼泪 小鼻子一抽一叶的 爸爸 是不相瞒 因为我是从中海考来的 虽然入学成绩很漂亮 但是宿舍里有好几个室友 排挤我 不是悄悄把我牙膏里 换成洗面奶 就是孤立我 不让其他室友跟我说话 还有更过分的 那次 我只是在图书馆里 看书看晚了 回来的晚 忘记在宿舍的钥匙 我敲了好久的门 他们都不给我开门 但是宿管阿姨来了 帮我把门打开的 他这话也没有说谎 因为他不仅被评选为 帝都大学五大卸华 成绩还是本专业第一 又是外来的学生 有两个本地的室友 嫉妒他排挤他 一起孤立他 听到这些话 我直接脑门充血 被气得站起身大声地说道 韩韩 你是爸爸的女儿 跟爸爸是一家人 跟爸爸住一块是天经地义的 今晚就住在爸爸这里 不用回去那个破宿舍住了 气死我了 竟然敢这么欺负我女儿 走 带爸爸去你宿舍 爸爸给你撑腰 说着我就要去揍人 苏子涵立马拉住我 急急地说道 爸爸爸爸 你别生气 那些事情都过去了 以后我住在爸爸这里 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 这就是有爸爸的感觉吗 这种感觉真好 其实我说出这些事 只是想要和爸爸住在一块 毕竟 这些不过是女生之间的 小矛盾小摩擦 我可不想看到 爸爸因为我这点小事 搞到最后进了橘子里 我只想和爸爸温馨地生活下去 看到爸爸这么维护她 她被室友排挤的委屈情绪 一瞬间清空了 心里暖洋洋的 在女儿的拉扯下 我渐渐地冷静了下来 仔细一想 这些估计是不少大学女生宿舍里 发生的事情 漂亮又有成绩的女孩 会遭到一些女同学的嫉妒和排挤 如果我现在真的冲动地去揍那些女生 估计还会给女儿带来麻烦 让其他的女同学不敢跟女儿交朋友 女儿就真的被孤立了 最后还是爽了那些孤立女儿的同学 我脑壳一转 心里立马就有了个计划 韩韩你玩股票的吗 我只是在支付宝的模拟炒股上瞎玩过 没真正的买过股票 韩韩 来 爸爸带你炒股一定赚钱 给你看看爸爸今天买的股票你就知道 说着我把手机的股票后台打开给小丫头看 苏子涵玩过模拟炒股 所以一眼就看出来 今天买的这只股票赚了多少个百分点 赚了多少钱 总收益又是多少钱 看到上面的数字 他惊呆了 刚才还低沉的气氛被小丫头震惊高兴的表情和惊呼声给拉了回来 重新恢复了温馨 我宠溺的笑着说道 这只是小意思 爸爸给你开通的账户 你平时可以把你不急需的零花钱放到账户里 如果需要用钱的话 隔天就能取出来 很方便 给女儿开好户后 我给女儿的银行卡里赚了五万块钱 爸爸 你怎么给我转了这么多钱呀 苏子涵看着手机上的短信提醒 满脸震惊 小意思啊 爸爸一天的收入而已 你拿着 女孩子手里得有点钱才行 可是用不了这么多钱啊 我也没管过这么多钱 他作为大姐 妈妈每个月会把他们五姐妹的生活费打到他的卡里 然后再由他分月初月中月末三次发给妹妹们 因为如果月初就把钱给妹妹们的话 妹妹们会管不住自己 还没到月中就能把钱花光了 他妈妈一个人的工资不仅要给他们五姐妹交学费 还要给他们五姐妹生活费 压力很大的 所以他对钱的把控一直都很稳 我拍着女儿的肩膀 爽朗地笑着说道 用不了没关系 可以给妹妹们用 或者存到股票账户里 钱生钱都行 你自己看着办 以后跟着爸爸管理五万块的零花钱只是第一步 后面爸爸会给你们更多的零花钱呢 父女俩重新回到座位上 爸爸我今天赚钱了 我要截图发朋友圈 说完小丫头就兴奋地拿出手机 把之前拍的炸鸡烧烤的照片放进去 然后又放了一张股票后台的交易截图 下血了 怎么能没有炸鸡和啤酒呢 第一次赚钱 兴奋 激动 两条朋友圈都选择了屏蔽妈妈 因为怕妈妈看到后会知道她找到爸爸 然后不准她和爸爸住一块之类的等等 等实际成熟 我再把这件事告诉妈妈 到时候肯定把四个妹妹都带上爸爸这艘船了 到时候妈妈反对也无效 然后 我再帮爸爸拿下妈妈 我们一家七口 就真的是大团圆了 何家欢 我真是小机灵鬼呢 发完消息后 小丫头就放下手机收拾吃完的残局 而苏子涵不知道的是 苏伊诺看到苏子涵发的朋友圈后直接就炸了 五万二 大姐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钱 大姐这是被男人包养了 而且还去了人家的家里 跟着对方照顾 大姐怎么就堕落了 我一定要做着这样的事 苏伊诺身为苏子涵的二妹 性格要强假小子 可不会允许别人哄骗她涉事为生的大姐 于是苏伊诺 一边朝着苏子涵所在的帝都大学宿舍区狂奔 一边给苏子涵打电话 可是苏子涵的手机调成了静音 本人又在厨房里洗碗筷 根本没看到苏伊诺打来的电话 接电话大姐 怎么不接电话呀 苏伊诺打了一通又一通 没人接又发视频通讯 还是没人接 苏伊诺彻底的着急了 她给苏子涵发去一大堆的微信消息 宗旨就是让苏子涵 一定要经得住对钱的诱惑 姐 老男人都是骗人骗色的 千万不要被骗了 钱还是得脚踏实地的赚 股票这种东西赚的只是运气 不可能长久的 姐 你要是不断的要跟那个老男人的关系 我就把事告诉妈妈 到时候你就等妈妈来找你吧 直到一小时后 苏晨和苏子涵终于把家里收拾干净了 准备看自己发的朋友圈回复 手机没电了 带充电线了吗 放在宿舍里了 那爸爸带你去宿舍 你回宿舍把重要的东西收拾一下 比如充电线 银行卡等等都收好 至于洗脸盆 毛巾 牙刷这些就不用收拾了 到时候爸爸带你去买新的 随后我带着大女儿一路开车 来到帝都大学女生宿舍八号楼下 女生宿舍我不方便进去就在楼下等着 这时气急败坏地来找苏子涵的苏伊诺 刚好走到了八号楼附近 她一眼就看到从宝烂色车里走下来的苏子涵 她的眼睛被震惊地瞪圆了 苏子涵 这个鬼丫头 还真的跟老男人好上了 而且还把老男人给担心学校里来了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苏子涵 不行 在这里喊苏子涵的名字 所有人都会知道这事 最后只是坏了大姐的名声 到时候这老男人拍拍屁股走人 那就得不偿失了 不成 我得去给这个老男人一点教训 随后登登登地跑到车旁用力敲了敲车窗 车窗刚降下来苏伊诺就看到了我的脸 她愣了一下 虽然苏伊诺和苏子涵是同卵双胞胎 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苏伊诺和苏子涵两人的性格迥异 苏子涵不化妆素颜 苏伊诺则是一身赛博朋克风 很浓的打扮 一看就不是个乖女孩 跟苏子涵完全是判若两人 所以我并没有认出来这是我的二女儿 你先来 苏伊诺乃兄乃兄的说道 让我下车就下车 我又不认识你 不笑我淡淡的说道 没事的话我关车窗了 你不要以为你长得帅就可以吃帅泡妞 我告诉你 你赶紧给我离开苏子涵 否则 本姑娘我可不是吃素的 你说不明白是吧 苏子涵虽然是外地来的 但是她也有人罩着她 那就是我 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可以泡她 你不要以为你有几个钱 开台破车就了不起了 赶紧把车开走 以后不准再联系苏子涵了 听懂没 说这些话的时候 苏伊诺的身体有些发抖了 眼前这人气势太吓人了 但是为了大姐的安全 她必须要撑着 一定要吓跑这个大叔 这个大叔这么帅 还肯给大姐花钱 对于大姐这种从小就特别渴望父爱的女孩子来说 这个帅大叔简直就是英素花一样 我您没问到 你是韩韩的同学吗 看来对方是误会了什么 脸上的表情也缓和了一些 正准备解释 苏伊诺的手机响了 是苏子涵打来的电话 他乃兄乃兄的瞪了我一眼 你别走啊 我话还没说完呢 等我接个电话回头再教训你 诺诺 不好意思啊 手机没电了 才看到你发的消息 你误会了 我没有谈谈朋友 那是爸爸 我找到爸爸了 他爸爸 不 苏伊诺听到这话直接震惊在当场 不可思议的望向我的方向 他的瞳孔猛缩了下 既然是他们的爸爸 那他刚才做了什么呀 真的好想找个地洞钻进去藏起来啊 此刻他内心慌成了狗 但面上他还是很淡定的 哦 是这样 我知道了 我这边还有点事 先挂了 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然后深吸一口气 鼓起吃奶的勇气再次来到我面前 看到小姑娘回来了 我开口说道 同学我跟你解释一下 你误会我和韩韩的关系了 我是他爸爸 苏伊诺点点头眼神有些飘忽 嗯 我知道了 他给我打电话解释了 另外就是 我们俩见面的事 我希望你 不要告诉他 好 没问题 那 那我先走了 哎 他是不是跑错方向了 宿舍楼不是在这边吗 他怎么往宿舍去外面跑 宿舍里苏子涵东西简单 很快就收拾其整 再加上还有闺蜜的帮忙 更是事半功倍 两个女孩一起下楼 哇 那台宝兰丝的车 好漂亮啊 竟然可以填在我们宿舍楼门口 应该是哪个老师的车吧 确实很漂亮 不过不是老师的车 是我家的 你家的车 闺蜜引嘉宜一脸震惊 就看到一个男人从车里走了出来 然后朝着他们俩这边笑着走来 寒寒东西都带下来了 我一边接过女儿手里的东西 一边打开后备箱 然后把东西放进去 之后再去接女儿同学手里的东西 只是对方没松手 嘉宜 把东西先放到后面箱 好的 爸爸 这是我的好朋友尹嘉宜 嘉宜 这是我爸爸 苏子涵介绍到 听到苏子涵这句话 尹嘉宜内心震惊地望向苏子涵 眼睛仿佛在无声地问 你确定这是你爸爸还是你男朋友 你好 你好 尹嘉宜不敢直接喊叔叔 又不知道喊什么就没喊成我 你好 谢谢你帮我家韩韩送东西下来 我第一次以家长的身份 正式地跟女儿的同学交流 之前那个彭克风的漂亮你还不算 闹乌龙了 不过我觉得有点奇怪 自家女儿这么观顺可爱 怎么会有之前那样彭克风的好朋友呢 很明显现在这个叫尹嘉宜的类型 才是自家女儿好朋友的正确打开方式 心里虽然有疑惑 我也没问出来 嘉宜我们走了 等时候请你吃饭 随后我带着苏子涵来到了超市 先是买好了生活用品 然后去买菜 爸爸 你去买菜 我有个东西忘记买了 回去买一下 行 拿好过来找爸爸 苏子涵这边刚买完东西 便有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是妈妈打来的电话 她深吸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 冷静一点 千万不要暴露了爸爸的生命 特别是我跟爸爸同居的事 现在还不能让妈妈发现 哎哈哈 你立嫁快到了 记得买好卫生棉啊 还有暖宝宝和红糖 要是下不了床的话 让老四帮你打粉送到济室里来 别一个人应承着 知道吗 妈我知道的 我现在在买卫生棉 暖宝宝和红糖什么鱼都买了 还有浮渝呢 好 哎 妈妈看到你们那边下雪了 记得多穿衣服啊 不要为了漂亮少穿 妈妈 我穿得很厚呢 不用担心 妈妈 中海下雪了吗 没有 不过也脚温了 那妈妈一个人在家里 要好好注意身体啊 三餐要记得按时吃 早点睡觉 别熬夜啊 嗯 老三给我发消息 说他们戏 今天去外面协生 我戏一周 妈妈给你打一千块的生活费 交给老三 妈妈不用打给我 我这里有钱 我会给老三一千块的 妈妈一个月的工资 拿到手是八千块 每个月给我们五姐妹 打生活费就是五千块 这个月的生活费 妈妈在一号就已经给我了 现在在让妈妈打一千块 那妈妈就没有什么钱了 我还有存下来的 一千五百元的零花钱 老三学生的开销 就从我这里落吧 你有钱 存了零花钱吧 妈妈有钱 你不用分心 妈 我真的有钱 年初的时候买了一只股票 现在翻倍了 我前几年卖掉了 赚了一千五呢 所以三倍的这个一千块 我来给了 哎呀 我家寒寒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买股票不光赚了 还翻倍了呀 行 那妈妈就不多说了 如果缺钱的话 记得第一时间告诉妈妈 嗯 好 妈妈 我要去排队结账了 先挂了 好 中海一套老房子的温馨的客厅里 淋满雪挂了电话 绝美的脸上都是温柔和骄傲 寒寒这么优秀 财商大一已经会买股票了 而且还翻倍了 不知道孩子把苏晨如果知道自己给他生了五胞胎 每个女儿都栽培得十分优秀 会不会 想到这里 他刚刚腾生起来的一点自信心 又瞬间被打落了回去 苏晨如果对他有意思的话 早就来找他了 他应该不喜欢自己吧 而且现在一黄眼都过去十九年了 他肯定也结婚生子了 之后两人买好东西开车回家 我负责在厨房里洗菜做饭 苏晨涵则负责整理 父女俩分工合作 晚上七点半 饭菜上桌两人有说有笑吃着晚饭 这才是一个家呀 有烟火气息 而不是一个人孤零零的 即使房子在小也孤单 而有了女儿即使房子在大也热闹温馨 吃完饭后我便让韩寒洗个早早点休息 我则收拾一下家里 苏子涵洗完澡后便蹦蹦跳跳地 穿着今天新买的小兔兔拖鞋进了房间 然后蹦跋到床上就拿着手机 迫不及待点进美人群 发现二妹下午的时候退群后还没进来 他主动地把二妹拉了进来 因为他要开始给四个妹妹们洗脑了 今天他可是积攒了一天的对爸爸的了解呢 还有爸爸对他们四姐妹的好呢 现在可以一起爆发的轰炸了 这个群的群成员是他们五姐妹 里面很多爱他的消息 内容跟之前苏伊诺误以为他谈了男朋友差不多 当即就把找到爸爸的好消息分享到了群里 宝贝们不要乱猜了 你们看到的玻璃倒影里的男人 不是别人正是爸爸 随后发了一张今天在朋友圈发过的股票截图到群里 大姐 之前就想问了 你哪来的这么多的零花钱啊 妈妈说写收用的一千块 你给我啊 嗯 你没有跟妈妈说不该说的吧 你放心 你没告诉妈妈 你还有五万多的零花群在炒股 我还是很可靠的吧 要不要给这么可靠的三妹妹 多发点零花钱啊 比如五百块 啊不 一千五百块之类的 这五万块是爸爸今天给我们五姐妹用的 其余的是我们生活费 多给你五百块没问题 不过 你得省着点用 哇 爸爸这么大方 这样一次性给了我们五姐妹五万块 是不是意味着 我有一万块 大姐 五千块 哪钱 好多钱 大姐 我不要五千 三千就够了 我要去吃烤鸭 烤鸭 老大 我刚好要换一下手术刀 还要买一些专业书籍文献 笔记本电脑也得换了 我不要一万 九千九百九十九块 就行了 这钱是爸爸给我们五姐妹的 每分钱都要用到刀刃上 苏克星 你一千五百块够了 苏又余 吃烤鸭五百块 够你吃大半个月的了 苏丽彤 上个月才买了新的手术刀 专业文献 和图书馆的积分件 笔记本电脑 买它便宜点的就够了 你选好发链接和地址给我 我给你买 被苏子涵拉回群的苏伊诺 一直没说话 在群里偷看四姐妹的对话 感到非常惊讶 老爸直接给了我们五万块的零花钱 而且他开的那辆车 我回去之后查了下 居然是土豪和明星的标配车 看来老爸很有钱呢 我今天对老爸这么嚣张 他对我的印象不会很糟吧 妹妹们都在跟大姐要零花钱 他也不甘落后 反正这是在我们姐妹群 爸爸又不知道这是我要的零花钱 随便说应该也没关系 大姐 我小明叫刀刃 把钱都打给我吧 二姐 你不叫刀刃 你叫秀儿 大姐 我小明才叫刀刃 打给我吧 头上 头上 虽然妹妹们很顽皮 不错 看妹妹对爸爸的零花钱 都没有什么抵触 要把妹妹拉到我这边 应该帮忙 回来可惜 随后苏子涵在群里又发了一张 今晚我亲自下厨做的 三菜一汤的美食图 跟在帝都的三个妹妹约好 明天中午在帝都大学第二食堂 见面一起吃中饭便关灯睡觉 宿舍这边的苏伊诺 看着手机屏幕上 自己在群里回了的好字 他就懊恼地用小粉 全捶了捶自己的小脑袋 我怎么就没忍住啊 怎么就答应了明天中午去见大姐呢 要是她在的话 那也太尴尬了 可大姐说她明天会带着她今晚拍的那三道菜了 看照片 那可都是正宗的香菜啊 我好久都没吃了 这可怎么办呢 要不 她忽然想到一个好点子 明天化了装扮过去 这样的话爸爸就认不出来自己了 事不宜迟 现在就找衣服 黑锁 最近太朋克了 我根本没有别的衣服啊 伊诺 你在找衣服吗 是啊 你们知道哪有卖衣服的吗 卖那种 疏女型的衣服的 只要我换成比较疏女风格的衣服 那就跟大姐差不多了 今天爸爸没认出我来 等我换成大姐那种风格的衣服 爸爸肯定会觉得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伊诺 你要穿疏女型的衣服啊 该不会是谈了男朋友吧 肯定是他的男朋友了 我今天看到伊诺回来的时候满面潮红 看来是正在恋爱中的 现在要买新衣服 还是书女型的衣服 这只有男朋友才有这么大的魅力 让我们伊诺为爱改变啊 不是 不是男朋友 是一个 苏伊诺说到这里 爸爸两个字到了嘴边却喊不出来 因为十多年都没喊过这个字 想到这个爸爸对他们五姐妹十分大方 给了五万块的零花钱 还要给他们做明天中午的饭菜 他在心里试着喊了爸爸两个字 三个室友起哄的说道 不是男朋友 那是谁啊 对对对 只是男性朋友 不是男朋友 我们都懂的 真不是男朋友 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人了 苏伊诺严肃的说道 文言三个室友也不打去苏伊诺了 开始真心的给苏伊诺推荐附近的服装店 最后苏伊诺决定明天一大早就去麦德龙广场那边买衣服 刚好今晚大姐给他发了五百块的零花钱 可以去置办行头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来到麦德龙商场的超市 这里的超市卖的小黄牛最好吃 还有豆腐也是最鲜嫩的 买好菜和保温饭和我把东西放到后备箱里 正准备去驾驶座就碰巧遇到了昨天的彭克风女孩 女孩很有特色 所以即使昨天我只见了她一次也记住了 你好 我主动打招呼 毕竟对方是自家女儿的好朋友 瞧昨天那么护着自家女儿的样子 看来她和自家女儿的关系十分铁 我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陪在女儿身边 所以跟女儿的好朋友打好关系也是很不错的 嗨 嗨 嗨 我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爸爸 我特地早起就是想买套衣服 中午的时候给爸爸留下好印象 没想到居然会在这里碰到了 怎么办怎么办 她僵硬的嘴角动了动 一只手酷酷地插着裤洞 一只手抬起跟我打招呼 她本来是想笑着跟我打招呼的 但是她没想到自己会这么紧张 比昨天见到我还要紧张得多 眼睛更是不敢跟我的眼睛对视 我看她不敢看自己 估计还在为昨天的乌龙事件感到尴尬 我笑着打破气氛地问道 来这买东西啊 嗯 你 你也来买东西啊 是啊 今天中午要给女儿们带饭菜 所以提前来买好菜 等会儿啊 做好了就给孩子们带过去 苏伊诺的目光直接往刚才我站着的车子的后备箱望过去 那里放了中午爸爸要给他们做的菜 我真想现在就告诉爸爸我是苏伊诺 是她的二女儿 不行 我得忍住 等我换个打扮再说 不然就凭我昨天对爸爸的态度 他肯定会觉得我是个坏女孩 虽然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但好多家长一看到我的衣服就觉得我是坏女孩 爸爸可能也这么想吧 我 我还有事 先走了 慢走 以后啊 还要麻烦你多照顾韩安 就在他准备跟我分开去买衣服的时候 忽然一记声音传来 苏伊诺 这个声音 肯定是萧浩然他们 我都说了我不喜欢他了 这人就是不放弃 天天过来烦我 他皱了皱眉头 果然就看到同样穿着彭克风的高大男子 带着五个穿着运动服的男孩朝着他这边走来 这是他们学校童年级篮球队的队长萧浩然 以及萧浩然的五名队友 萧浩然在追求他 但他很明确的拒绝了 但是这家伙好像不知道被拒绝为何物一样 一直在他面前展示所谓的霸道总裁风范 特别的讨厌 苏伊诺 他是谁啊 萧浩然早早的就看到苏伊诺在和一个大叔聊天了 心里火冒三丈 但是还是忍着没冲动 特意喊了兄弟们过来撑场子 苏伊诺不高兴的说道 他是谁关你什么事 当然关我的事 我喜欢你 不想看到你被大叔骗 你喜欢我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凭什么说我会被大叔骗 我望向身边的女孩 苏伊诺 这不是自家二女儿的名字吗 但是大女儿苏子涵告诉过自己 二女儿跟大女儿是同卵双胞胎 长得一模一样的 可是面前的女孩 不管是从面容还是从气质意或者是穿衣风格 跟大女儿完全是南辕北辙呀 难道不是叫苏伊诺 只是发音一样 叫苏伊诺 因为苏伊诺和苏伊诺的发音一样 所以让他们俩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女孩 成为了关系很铁的闺蜜 好像这样也说得通 只是我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 以萧浩然被苏伊诺的话刺激的血液直冲脑门 抬手指着我就朝着我冲了过来 完全失去理智 她要教训一顿苏晨 让苏伊诺知道她才是最厉害的男人 只是萧浩然还没冲到我面前 就被横过来的苏伊诺给挡住了 苏伊诺把我快速地拉到身后一脸互毒的表情 声音严肃地对气疯了的萧浩然冷声道 萧浩然 我想做什么事和你没有丝毫关系 你想干什么 你想打人 那也要看看我苏伊诺准不准 萧浩然没想到苏伊诺竟然护着我 她咬牙切齿道 你苏伊诺从头到脚 一根头发丝一截手指 哪怕是一寸呼吸一片指甲盖都是我萧浩然的 我不准别人对你有半点的沾染 苏伊诺被萧浩然的话给气到了 现在自己身边的可是自家爸爸 萧浩然说出这样的话 让爸爸误会她和萧浩然之间有什么关系 在大学就谈恋爱 那她这个女儿的印象可就更坏了 她气哼哼地怒道 萧浩然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你的那些霸道总裁的方式对我没用 我跟你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赶紧给我滚 再有下次 要不是她爸爸在这里 她怕影响到自己的形象 她真的很想狂暴化身 暴揍一顿萧浩然这个混蛋 萧浩然把怒火都撒向我 指着我骂道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就知道躲在苏伊诺的身后 真男人就站出来跟我打一场 我本来只是想当个不说话的背景板就行 但是听到萧浩然公然地 把一个女孩子说成是自己的所有物品 而这个女孩对萧浩然还半点都没兴趣 萧浩然这就是在败坏女孩的名声了 想到如果自己女儿在外面 被别的男孩子这么败坏名声 我脑门就突突地气血翻涌 我让苏伊诺让开 然后冷冷地看向面前的六个男学生 既然你想找面那我就满足你 苏晨 苏伊诺急了慌乱地喊出了苏晨的名字 因为她不想她爸爸吃亏啊 她爸爸年纪大了 虽然看着才三十岁出头 但是实际年龄摆在那里 身子骨肯定没年轻人那么灵活了 外加萧浩然不仅是篮球队的 还是跆拳道舍的 还是专门练过的 她爸爸怎么可能打得赢 随即我说道 别担心看着就好了 萧浩然则内心狂笑 果然不管走到哪里 还是激将法最好用 这不 自己猜几句话就把我给激出来了 她阴森地盯着我 活动着手腕筋骨 她今天会教我好好做人的道理的 萧浩然二话不说 就朝着我猛攻过来 伊诺拍视频 大家都看到了 我这是正当防卫 我对站在一旁 急得不行的苏伊诺说道 好 苏伊诺赶紧拿出手机 手抖地拍视频 心里不断地在咬牙切齿 萧浩然 你真敢揍我爸 等一下看我不把你打出屎来 她其实想阻止她爸爸跟萧浩然干假的 但是 萧浩然都放了那样的话 她爸爸也回了那样的话 她如果再阻止的话 只会丢自家爸爸的面 萧浩然身后的队友们文言哄堂大笑 录视频保存 哈哈 这个可以有 我们也录视频 以后就把这段苏晨 被我们老大打的屁股尿流的视频 发到BBS论坛上去 让大家知道 敢跟我们老大抢女人 就是这样的下场 快看 老大要揍到她了 萧浩然前一秒还暗爽的不行 脑海里都浮现出 在女神面前 把我揍得满地找牙的画面 可是下一秒一声重响传来 她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我一拳头给揍得横飞了无名远 滚落在地狼狈不堪 甚至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 苏伊诺满脸震撼的望向自家爸爸 老爸 爸爸这两个字直接脱口而出 都没经过大脑思考 就下意识地喊了出来 喊完之后 苏伊诺才意识到 自己竟然在这里就喊了我爸爸 完了 我怎么在这里就喊爸爸了 这下好了 他肯定知道我是他女儿了 我怕是 改不了我在他心中的形象了 不行不行 他得换身淑女好女孩的装扮 第一印象很重要 自家爸爸越是牛掰 他越是在乎自己在爸爸心目中的印象 伊诺 叔叔我还有点事 那些人已经走了 你忙你的去吧 苏伊诺咬了咬牙 然后转身就哭哭地走了 他快速地进了商场后 立刻给大姐苏子涵打句电话 喂 伊诺 这么早 我有什么事吗 大姐 你平时穿的那个衣服的牌子叫什么 快说呀 你问这个做什么 我问不行吗 可以是可以啊 叫韩伊识 二妹 你问这个做什么 苏子涵好奇地问道 这句话还没说完 电话那端就传来了嘟嘟嘟被挂断电话的声音 苏子涵抓了抓秀法 揉了揉刚睡醒的心松眼睛 二妹问我这个做什么 他要去买衣服 不会吧 我以前带他过去 他连进都不肯进 可能师帮朋友问的吧 都七点半了 得起床了 他连忙收起手机 下床换衣服出门 爸爸呢 对了 爸爸肯定是买菜去了 我还打算跟爸爸一起去的 怎么就睡过头了 那我就去做早饭吧 等爸爸买完菜回来 请他直接吃早饭了 洗脸漱口后 苏子涵就钻进了厨房 然后熟练地系上围裙 当我提着大包小包打开房门鑰匙进来的时候 厨房里就钻出一个毛茸茸的小脑袋 小家伙的右手拿着锅铲 对我甜甜的喊道 爸爸 你回来了 我在做面条 很快就好了 明显等一下 一回家就看到可爱的女儿说在做早餐 这感觉真的好棒 我嘴角都不由自主地上扬起一个糊涂 一边把菜和保温饭盒放到餐桌上 一边来厨房帮忙 父女俩坐在餐桌上 一边吃面条一边聊天 爸爸 这面条尽到爽滑好好吃啊 而且碗底竟然还有这么多的扫子 就感觉像是开盲盒一样 我宠溺地说到喜欢吃就多吃点 对了 爸爸今天见到了你在冒大的朋友 我在冒大的朋友 我在冒大只认识二妹一诺 人都不认识啊 啊 那个有二妹的照片吗 啊 我都忘了给爸爸看妹妹们的照片了 等我一下 我有一张我们五姐妹和妈妈的合照 马上发给爸爸 苏子涵拿过手机 然后把他们五姐妹和林婉雪的合照 一起发到我的微信上 我点开照片一眼就看到了风格不合群 十分惹眼的苏一梦 跟昨天和今天见到的那个赛博朋克风女孩一模一样 名字也一样 所在学校也一样 还狠护着苏子涵 没错了 她就是自己的二女儿苏一诺 我脑海里忽然回忆起了一点什么 我记得在萧宇轩带着人跑了的时候 苏一诺叫我爸爸来着 当时我还挺震惊的 甚至想了下 这不会真的是我的二女儿苏一诺吧 随后因为着急回家给女儿们做饭 就打消了那个念头 以为只是苏一诺觉得我很牛逼 所以叫自己爸爸了 没想到苏一诺竟然真的是我的女儿 而且她是不是知道我是她爸爸 所以才叫她 爸爸 你怎么突然问起二妹的事了 你见到她了 苏子涵一边吃东西一边 眨巴着水灵灵的眼睛好奇地问她 因为她觉得今天二妹的行为有些反常 见到了 准确地说是昨天就见到伊诺了 至于昨天那场乌龙事件 二女儿叮嘱过我别说出去 只说了今天早上在麦德龙广场发生的事 苏子涵听完后直接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打架 爸爸 你有没有哪里受伤啊 有没有去个医院 你赶紧做检查 你看你领口这里还有血呢 自家爸爸虽然看着才三十岁出头 但是实际年龄已经三十七岁了 这身子骨可不如十八岁的小年轻那么硬啊 自家爸爸肯定也受伤了 我低头一看领口然后笑着说道 寒寒别怕 这不是爸爸的血是别人的 爸爸没受伤 不用去医院做检查 不是爸爸的血吗 苏子涵不相信 觉得是我在安慰他 真的吗 提前妈妈出去做任务 完了后也说这次自己运气很好 没受伤 几乎我半夜上厕所的时候 看到妈妈坐在床头 皱着眉头忍痛给哥哥换药 爸爸也可能是在我面前逞强 那画面他一直都不会忘记 他担心爸爸也是这样 怕他们当女儿的担心 所以故意只报喜不报忧 有伤也瞒着 苏子涵皱了皱小眉头 不行 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有些内伤是从外面看不出来的 如果来不及处理 等出了身那就晚了 苏子涵的态度十分强烈 不容置疑 爸爸 走了走了 我无奈地看着女儿 如果我不去医院做一次检查的话 估计女儿都不能落心 于是火跟女儿去了医院 苏伊诺这边 他刚回到宿舍 宿舍里的三人立马兴奋地团团围了过来 天啊 伊诺 你可算是回来了 你出名了 你火了 比你之前被评选出来是笑话还火 我从来没想到苏哥哥看着很斯文 打起家来卷拢到爆炸 太酷太有形太帅了 看到肖浩然这个自以为是的傻 跪在苏哥哥面前磕头认错的画面 简直是爽爆了 三个室友们叽叽喳喳地兴奋地说个不停 而苏伊诺却是一点没听进去 他在想 今天中午见到爸爸后 爸爸会喊他过去跟他一起住吗 毕竟现在大姐可是跟爸爸住在一起了 哦哦 羡慕 嫉妒 不过想到今天爸爸维护自己的英雄样子 他心里又跟吃了蜜枣一般甜滋滋的 可是 想到爸爸在他的好朋友面前 介绍他说他是大姐的朋友 他的心情又不漂亮了 他就这么看着不像我的女儿吗 他都喊爸爸了呢 而且他和苏子涵可是同卵双胞胎 长得一样的 爸爸竟然没认出来 有点伤心难过 想到中午就可以见到爸爸了 他立马又满血复活了 连忙拿出刚买的新衣服去试了下 还把妆全部卸了换成素颜 上午十一点 我把中午的饭菜做好后 把五个保温饭盒塞得满当当的 然后又用我到楼下超市买的五个玻璃保鲜盒 装了五份切好的水果 走出发 见女儿们去 随后我开车抵达帝都大学西门口 这是我和大女儿苏子涵约定的地方 找了一处没积雪的地方把车停下 刚停下来没多久 就看到苏伊诺从另外一条道走过来 我打开车窗喊道 韩韩 这里 韩韩今天穿的好像不是这件白色的长篷羽绒服啊 而且这走路姿势跟平常有点不太一样 难道说是二女儿 毕竟她们长得一模一样 但今早我才见过她 她当时还穿着一身朋克风的衣服呢 应该不是她 可能 可能是韩韩看到件不错的羽绒服 就买下来穿了吧 韩 大姐不在 爸爸是在喊我呀 看来爸爸真的没认出我 还把我看成大姐了 不行不行 我不能想 没忍住 我把车窗关好 然后下了车 把后排坐的电动车门打开 转身招呼走来的苏伊诺说道 韩韩先进来 外面冷 车里有暖气 上车后苏伊诺拍了拍被动的发红的脸 她这会打脸是想让自己清醒点 别太早暴露 韩韩 爸爸还以为你还要再过十多分钟才到呢 今天提前下课了 我笑着问道 苏伊诺应了一声 内心有些紧张怕被认出来 爸爸给你和妹妹们带了饭和水果 你要先吃点什么 我一边笑着说 一边转头伸手去拿放在后排座上的袋子 水果吧 爸爸不知道你们喜欢吃什么水果 就都切了一些 有苹果芒果菠萝蜜柚子 我拿出一盒水果递给苏伊诺 苏伊诺看桌手里的水果和微微惊讶 就是 你摆的 竟然摆放的这么别致 用手机随手一拍都是能让人锤育低的美食照片 是啊 爸爸在抖音上心血的 怎么样 还行吗 我笑着问道 我心里也有些打鼓 不知道女儿们会不会喜欢 挺好看的 妹妹们应该会很喜欢 不过 下次给我带水果的话 可以带一整个的 不用切片 还是直接拿着肯舒服 一叉一叉吃多麻烦啊 好 寒寒 妹妹们搭带什么时候的 要不要爸爸开车去接他们 不用 就在这里等好了 如果爸爸去接其他人 那我庄大姐这件事就要暴露了 那可不行 因为太紧张了 她吃得很快 一下子被苹果给噎住了 我赶紧拿过矿泉水 打开矿泉水盖地给小丫头 慢点吃 先喝几口水就没事了 苏伊诺接过矿泉水猛喝了几口 才终于把噎住的苹果给吃进去了 吐了一口放松的大气 她心里有点小懊恼 自己怎么吃个水果还被噎住了 现在好了在爸爸面前又丢脸了 忽然苏伊诺的手机响了 是节奏很快的rap歌 苏伊诺心里暗叫不好 糟了 化了装扮但是手机灵鹰没换 该不会被爸爸认出来吧 他赶紧看了我一眼 就见我对他笑着说道 韩韩 你的电话响了 接吧 爸爸去车下走走 我以为女儿看向我 是想让我下去要私人空间接电话 我起身下车了 还贴心地把车门关好 至于苏伊诺担心的手机灵鹰 跟苏子涵的不一样完全不是问题 因为苏子涵的手机在苏晨面前还没想过 一直都是震动音 苏伊诺看到苏晨下了车 赶紧拿出手机 一看果然是大姐打来的电话 他接了电话 喂 伊诺 你到哪了 不下课 那个 我到你学校了 现在我这边有事先挂了 说完苏伊诺就急匆匆地挂了电话 然后因为他在这边假扮苏子涵 刺激得他快速地眨了眨眼睛 用左手压住狂跳的心脏 再深吸几口气 起身打开推拉门 就看到站在不远处正在吹冷风的我 这个爸爸真的很体贴他们 苏伊诺大声地喊道 爸爸 我电话打完了 外面冷 到车里来吧 好 上车后苏伊诺对我说道 爸爸 妹妹们还有点时间才过来 我先吃饭 赶紧把饭吃完 赶紧走人 别等大姐他们到了之后击穿我 行 慢点吃 我看到苏伊诺从袋子里拿出来的是 红色的保温饭盒微微差眼下 之前大女儿买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粉色的 所以在选保温饭盒的时候 我特意选了款粉色的 没想到大女儿竟然选了大红色的保温饭盒 难道是粉色的被其他女儿选了 所以大女儿选的大红色 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 苏伊诺把菜一合合的放在桌子上 眼睛都亮了 好啊 全都是辣的香菜 我好久没吃辣了 这就是爸爸亲手做的饭菜 他忍不住拿起筷子开动 特别的好吃 好吃的他都闭上眼睛在一个不停的 我看到小家伙吃了一脸幸福笑着说道 慢点吃 别被辣味给呛到了 天呐 大姐天天都跟着爸爸吃这些东西 这也太爽了吧 我也好像太白了 天天吃这些美味 但我又有点怕 怎么样 味道还行吗 真的很好吃 那就好 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我把手机拿出来一看 上面显示的是大女儿 随即我看向坐在对面吃的一脸欢快的大女儿 瞬间明白了 心里又差一万分 我挂断电话 然后速度的给大女儿回去信息 爸爸已经到了有点事在忙 我看向二女儿的眼睛顿时有些紧张 爸爸 这鱼也超好吃的 尤其是鱼肚子这块 好嫩 来到地都已经有三个月了 完全没吃过正宗的香腩辣菜 现在可算是打到牙齐了 爽啊 慢点吃 有鱼刺 我赶紧提醒到 生怕虎虎的二女儿吃鱼被卡到了喉咙 好好好 苏伊诺吃着吃着就停不下了 完全没注意到我的微妙改变 吃到一半她立马停了下来看了下时间 大姐他们应该要过来了 我得走了 爸爸 我去上个洗手间 好 正好 我趁着这段时间赶紧想想怎么办 不然等会儿寒暗来了 那可就尴尬了 苏伊诺下了车后假装去一栋教训楼 然后走到拐角处后立马就朝着帝都大学另外一个大门口狂奔 感觉好刺激啊 好爽啊 不知道等会儿爸爸知道他认错了女儿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真想看看呢 现在爸爸肯定对我印象深刻了 下次肯定不会再认错了吧 唯一的一点小遗憾就是小黄牛肉 我才吃了三片 要不是怕被爸爸认出我不是大姐 我直接就狼吞虎咽一口气把那些菜吃光了 搞得我连饭盒都不敢带出来 等以后正式见了爸爸 我就可以天天去他家蹭饭吃 还不用假扮成大姐 真期待那一天的到来啊 当苏子涵赶到的时候 我见苏一诺还没回来 我就把之前发生的乌龙事件从头到尾跟苏子涵说了一点 苏子涵听完后特别的惊讶 一诺的打扮跟我一模一样 只是衣服不一样 爸爸还以为是你买了新衣服 没事的爸爸 一诺已经很久没有打扮的跟我一样了 我看还是故意的 今天还特意问我穿的衣服牌子是哪个 看来他是为了特意跟我买一样款式的衣服 我估计啊 应该是一诺怕自己之前那个形象忽然你不喜欢吧 其实 以前的时候一诺跟我打扮的都差不多 但后来很多人都把他我以为是我 一诺很不喜欢这样 所以后来不管买什么做什么 他都要跟我不一样 尤其是他学会了化妆术后 我们俩走在路上 别人都不会认错我们俩了 一诺愿意为了爸爸而改变 说明一诺很在乎爸爸对他的印象了 苏子涵喜滋滋的说道 太好了 把二妹给拉到阵营里来了 那距离把三妹四妹五妹拉到爸爸的阵营里来也就不远了 未来可期 我听大女儿这么一解释 立马心里松了口气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就太好了 寒寒 那晚上你叫一诺来家里吃饭 爸爸给你们做一顿大餐 大餐 好啊 对了 我妹刚才跟我说 她在路上碰到了她的高中同学 要晚点才能来 可能要到下午的三点了 还有四妹 她在实验室忙不开 没有空过来拿饭盒 我等会给她送过去 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四女儿和五女儿应该是还不想见自己 顿时心里有点小小的落空 但是女儿们愿意吃我做的饭菜 这代表已经在试图接受自己了 不能期盼每个女儿都跟大女儿一样毫无芥地地接纳我这个 从来没在他们以前18年的人生里出现过的爸爸 慢慢来来 我相信你自己的能力 肯定可以成功让女儿们认可我这个爸爸 我还有个重大的目标 就是拿下孩子骂灵丸雪 给孩子们一个完整的家 交接过灵丸雪肩膀上的重任 好好地宠爱她的后半生 好 一落的饭盒爸爸就先带回去 这个二女儿真是可爱 一会儿赛博朋克风 一会儿淑女风 一会儿一张脸 一会儿跟大女儿一张脸 真是个小淘气 不过想到晚上就能跟二女儿兵事前嫌 把之前的事情都说开 我浑身又充满了动力和期待 尤其是大女儿说 二女儿很重视自己 所以才会今天选择换了个装扮过来见我 嗯 我先在这里把饭吃了 然后给四妹送饭去 苏涵点点小脑袋说道 爸爸还给你们美元带了份水果 我把水果拿出来 哇 还有水果呢 谢谢爸爸 韩韩 爸爸发现你还没有笔记本电脑 妹妹也没有吗 没有的话 爸爸准备给你们都买一台 还有iPad 我看到很多大学生都有电脑和iPad 方便学习 尤其是韩韩你学计算机的 肯定得有台笔记本电脑才行 电脑可以买 嗯 刚好四妹说想要台笔记本 我就不用了 平时在学校里用就够了 那可不行啊 计算机系的怎么能没电脑 这样 爸爸给你打五万块钱 你呢 把这钱分给五姐妹 一人一万块 那个今天花完啊 不准存进来 一人一万 不用了爸爸 你昨天才给了我五万块 爸爸赚了钱就是给你们花的 爸爸现在赚给你 说着我就给苏子涵的银行卡里赚了五万块 爸爸 苏子涵又是无奈又是甜蜜的望向我 今天就要花光这五万块钱 对他这个一向节省的少女 真的是一种甜蜜的负担啊 想到他把这个消息发到群里后 四个妹妹兴奋到爆炸的样子 他忍住没立刻发这个消息 他得赶紧想个约束他们的办法才行 要不然四个妹妹乱花这一万块怎么办 买一堆乱七八糟没什么用的东西 那不是浪费爸爸的钱吗 苏子涵吃完水果和饭 就提着购物带去老四苏与彤在的实验室大楼 给苏与彤送饭 我则是开车去了海鲜大市场 今晚做一顿海鲜大餐 好好地跟二女儿苏与彤化解之前的尴尬 苏子涵给妹妹们送完饭以后 就在群里发布了今天的任务 让他们把想要的东西发出来由他统一购买 随后便打电话给了苏与彤 苏与彤这会儿刚回到自己学校 就看到大姐打来的电话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闭上眼睛接起了电话 他知道 他今天被爸爸认错 是大姐的事实瞒不住了 大姐要说他就说他吧 反正他已经爽过了 他已经做好被大姐骂的心理准备了 今天装大姐骗爸爸的事 肯定被大姐知道了 要挨骂了 管他的 饭也吃过了 大姐要骂去骂 不管了 喂 大姐 喂 伊诺 今晚要不要来爸爸家吃饭 我问你今晚要不要来爸爸家吃饭 爸爸刚刚说买了好多海鲜 今晚给我们做海鲜大餐 还有你最喜欢吃的花鲜 你不来的话 在我时候可别说我没喊你 怎么 怕了 不敢跟爸爸见面 那正好 你不来没人跟我抢吃的 晚上的大餐 我就全部都想用了 怕 开玩笑 我苏伊诺的字典里就没有怕这个字 今晚我必来 给我留这位置 地址发来 行行行 你不怕 我把爸爸家的地址发给你 你上完下午的第二节课就过来吧 哦 他 话说伊诺 今天你好像一大早就去买衣服了 跟我一个牌子的衣服 怎么 想要好好地打扮一下 给人留下好印象 你 你说啥 我不知道啊 好像某人还装作是我 在爸爸的桌子里大口大口的吃饭吃了一半就跑了 是谁来着 喂 喂 喂 大姐 你说什么 我听不见 哦 好像信号不太好 我先挂了 晚上见 被大姐笑话了 希望另外三个妹妹别知道这件事 不然我可尴尬了 对啊 你赶紧让大姐别说出去 大姐 你可不准把我今天的事告诉可欣 宇童还有幼鱼她吗 不然我就把你坐在爸爸家的事告诉妈妈 可恶 看大姐这个表情 现在肯定笑得特开心 哦 今晚要去爸爸家 我穿什么衣服好呢 是穿中午内衣 万一爸爸觉得跟我装大姐 有点装模作样怎么办 还是穿以前的衣服吧 反正爸爸都知道昨天那个人是我了 我也不装了 不用假装是大姐 做平时的自己就行了 我能做得到吗 我早上爸爸竟然肯站出来帮我 他应该不会太在意吧 有点期待今晚的见面了